- 大家好,我是爸爸,我是妈妈,我是Mia,我们是Bamma Mia 那我们今天又要来延续上市讨论的话题 错过黄金时期的小孩,怎么去培养他的阅读习惯呢? - 就是放弃了,那今天也不用多了,再见,拜拜 - 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&等一下分享 - 下次见,拜拜 - 我们是在来骗人量的吗? - 那因为如果就是在小孩,其实小小孩的时候培养其实是最容易的 - 因为那时候孩子最好骗 - 可是因为孩子长大了,开始喜欢玩手机啊,平板 - 那这时候到底这些大孩子可能已经是小学生,中高年级或中学生 - 到底怎么样重新培养一个阅读习惯? - 所以我们今天分两点来跟大家分享 - 好,那第一点是什么? - 第一点是内在动机,就是先找孩子们有兴趣的书籍开始 - 对,因为像就算是大孩子,他可能已经开始喜欢一些不同的兴趣爱好的东西 - 可能是跟超级英雄啊,公主啊,系车啊,还有什么?动物啊等等 - 那这时候家长就可以去找一些他们喜欢类别的 - 书籍啊,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影片啊 - 对,那像我学生他很喜欢超级英雄 - 所以在他开始,就是稍微有点程度之后,我们在读英文书 - 我就去买了一些,像什么Spider-Man,然后超人啊,蜘蛛 - 这是蜘蛛人吗? - 我是个蜘蛛人 - 什么意思? - 这个才是蜘蛛人 - 然后蝙蝠侠啊等等这些 - 那他看到这些就会眼睛发亮,因为他会很想知道这些超级英雄发生什么事情 - 所以他虽然有些自看不懂,但他会想要恍下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- 所以兴趣啊,就是真的在培养一位习惯,或其实任何的学习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-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,从我个人经验,然后从蜜蛙从小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讲的话 -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,成就动机很重要 - 可以让他有成就感,然后设立小目标,从小目标开始去达成,慢慢来累积成大目标 - 所以我们想要分享一个案例就是,之前我们买了一套哈利波特的原文书,让蜜蛙去看 -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套,总共有七大册 - 原文书 - 对,那时候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,这套书的时候 - 我们都想说蜜蛙会不会花,可能一年两年才会看完这个东西 - 结果她花了多久呢? - 三个月 - 三个月 - 那我们现在就请当事者来分享一下 - 请说 - 因为我有做一个那个阅读分 - 因为book1只有17个chapter,然后book2有18个,book3有22个,book4有37个,book5有38个,book6有30个,book7有37个 - 被全部加了起来,它有199个chopters - 所以它只要平均每天念两个chopters,它其实就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- 那我觉得它当下这件事情,我觉得很棒耶,因为我们看到这套书就觉得有点mission impossible的感觉 - 对 - 可是只要把很大的任务开始... - 根本其实是小目标,小任务 - 对,然后它每次一完成一本书,然后完成一点点,它其实就会很有成就感 - 对 - 然后一直往前想要再努力试试看 - 尤其是它 - 这个大魔王 - 大魔王最后的一本 - 第一集最薄 - 第一集大概只有这样 - 然后第五集是这样 - 所以就是靠每天一点一点一点,然后可是最后也慢慢练完了 - 但我想要提醒一个点就是,跟刚刚讲到的兴趣做结合 - 因为其实哈利波特这本,这套书其实很经典 - 然后从它小三小四的时候我就会坑它 - 可是它当下就是都不愿意看 - 对,它就觉得里面感觉的东西很恐怖啊,它不想 - 其实它只是借口,但是你都不想看而已 - 没关系,但就是我觉得 -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阅读要跟好的情绪做连结 - 是 - 然后有这么多种书,这么多种主题 - 所以如果当下那个部分孩子没有真的很有兴趣,我们就换 - 对 - 对,不要太强迫 - 对 - 因为它有可能哪天有兴趣的时候 - 它会把这套书再拿回来重新阅读 - 对啊,因为你看我推坑了一阵子之后 - 然后它后来过一两年,它自己现在就把它完成了 - 所以有时候就是父母真的是要买 - 不要那么急,真的啦 - 就是给他们一点时间跟空间 - 让他们去慢慢走 - 走到他们自己的脚步就好 - 一样的,如果当你心急的时候 - 再怎么样,演也要演出来 - 对,演出来很重要 - 对,演出来很重要,就是 - 嗯,好哦 - 没关系哦 - 然后心里就想说,真的都不看你 - 哈哈哈 - 我花这么多钱,你为什么不看你 - 哈哈哈 - 没有没有,开玩笑 - 你 - 这个都是假假的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I'm just kidding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其实 - 父母会演,小孩也蛮会演的 - 哈哈哈 - 好,那刚才第一部分内在动机讲完了 - 第二部分呢 - 第二呢,就是外在动机嘛 - 那第一个部分我想要分享的是 - 现在其实很多电子书 - 我觉得分级都做得很棒 - 孩子们就可以找到适合他们的程度来读 - 那还有一个外在动机 - 我觉得特别棒的是 - 很多就是你看完一本书 - 做完测验之后 - 它会让你集点 - 嗯 - 那集点就是你的点数越多 - 你就可以去买一些角色的装备啊 - 嗯 - 设备啊 - 那对于大概中低年级的孩子 - 都还蛮吃这一套的 - 是吧 -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等到国中才做啦 - 我觉得最晚最晚大概一定五六年级可以试试看 - 那要是国中的怎么办 - 哦 - 这个就是第三集 - 哦 - 没有了那么多集啊 - 没有了 - 没有了 - 如果真的就是已经这些集点啊 - 然后买装备啊 - 放弃啦 - 不要放弃啦 - 也很重要 - 对就是集点买装备 - 看书这些 - 这些游戏已经都吸引不了他们了 - 那就再更实质的外在动机吧 - 嗯 - 那有什么呢 -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啦 - 但我其实实话说 - 它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- 是啊 - 对 - 总比它什么都 - 什么都不做的 - 对就是假设他看我一本书 - 你给他一百块 - 很难的书给五百块 - 那你也要给 - 你有要给吗 - 没有啊 - 因为你有很强大的内在动机 - 来不及咯 - 来不及咯 - 一个方法 - 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 - 是 - 总比什么都没做得好 - 来不及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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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好 -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- 来不及咯 - 来不及咯 - 来不及咯 - 最后有一个点 - 就是我想要提醒一下 - 尽量都用正面鼓励的方式 - 让阅读跟正面情绪做连结 - 尽量不要用处罚啊 - 的这些方式 - 或者是批评啊 - 责骂 - 都不看书 - 人家那个谁谁谁都很爱看书 - 不要讲这种话 - 因为他可能只是还没有找到他喜欢的书籍 - 对 - 还好吗 - 还好 - 对所以尽量都是用鼓励正面的方式 - 其实就算今天只看了五分钟三分钟 - 都可以在他做得好的部分上去称赞他们 - 因为我们如果折骂久了啊 - 逼久了 - 对他最后来说 - 阅读就是跟痛苦 - 做理解了 - 那刚刚说到的 - 所以跟刚刚说到的那个 - 这个affecter felter - 他就是总是在做不好的连结 - 那他真的就会很难 - 喜欢上阅读这件事情 - 是啊 - 好 - 那我们今天分享大概到这边咯 - 那我们还没讲完 - 还没讲完 - 还没讲完 - 你是不是很急的下班是不是 - 对 - 对 - 其实刚刚还分享完 - 我们家呢 - 有一个小小的PayPod - 我都分享给大家 - 是什么呢 - 其实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小PayPod - 因为其实在Mia小时候 - 有很长一段时间 - 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 - 对 - 那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 - 他又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 - 所以他其实一个人 - 会多了很多空闲跟无聊的时间 - 再加上我们刚安排设计的那些活动 - 他其实就很容易掉入陷阱 - 掉入阅读的陷阱 - 所以他刚刚说 - 妈妈没有什么帮我啊 - 就丢书给我啊 - 拜托妈妈私底下 - 做了很多research的好吗 - 还有很多陷阱的好吗 - 而且还很多演技演出来的好吗 - 还有在那边藏书啊 - 等等 - 所以妈妈不是只有丢一本书哦 - 你丢了十本书 - 不是 -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- 嗯 - 什么问题 - 家里只有一个小孩 - 是什么意思 - 就是因为 - 假设你已经有差一个小孩 - 你一定要丢掉两个吧 - 是啦 - 只是说在我们家 - 因为刚好就是Mia - 是唯一的孩子 - 所以他其实不像其他的小朋友 - 有兄弟姐妹的玩伴啊 - 那他在妈妈上课 - 爸爸上班忙的时候 - 他一个人 - 就是独处的时间其实很长 - 那你再加上一些社企的活动 - 他就真的比较容易爱上阅读 - 但是你在广州的时候 - 你出去工作的时候 - 我就爱看阅读 - 没关系啊 - 但是最后你是掉进陷阱吧 - 嗯 - 就是也没有说不能看iPad啊 - 可是就是要有适度的时间 - 去进行阅读 - 资本的阅读 - 太可爱了 - 哈哈哈 - 讲什么啊 - 太可爱了 - 但是如果有两个小孩的时候 - 怎么办呢 - 两个小孩的时候 - 我觉得 - 丢掉一个 - 不是 - 就是适度 - 两个人还是要有分开 - 分开 - 一个字的阅读时间 - 可以把它分配在不同的空间 - 或时间 - 我觉得都可以 - 时间可能会有点难 - 但我觉得分在不同的空间 - 会比较好一点 - 一个关在测试 - 一个关在测试 - 反正重点呢 - 就是还是需要让他们能够有独处 - 但是我个人觉得家里在孩子小时候不要有电视真的还不错 - 就是先不要接触太多这些多媒体 - 就是平板手机跟电视 - 然后在他们就是无聊的时候又有这么多有趣的书 - 他就会很容易爱上月底 - 哇好棒棒喔 - 大家因为长大就是你可以玩平板 - 真的就会相对比较难建立 - 所以习惯 - 从小 - 从小 - 建立啊 - 没有 - 没有 - 自己说啊 - 没有 - 所以习惯 - 从小 - 建立 - 建立 - 这样很重要喔 -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- 喜欢我们的频道请 - 按赞 订阅 加分享 - 拜拜 - 拜拜 - And I've been feeling blue - You're the one that I need